25題 阿基斯為了做出美食 將大量糖加上水中攪拌 發現有部分的糖沒有溶解 因為沒有達到要求 所以把糖水加熱 加熱之後還是有一些糖沒有溶解 請問你 有關於加熱前後的糖水的敘述呢 有什麼樣的關係 首先我們曉得 糖呢是所謂的一般的固體 溫度越高溶解度越大 所以他把糖水加熱的時候 他的溶解度呢就會提高 所以溶解度呢都是會增加的 溶解度都是會增加的 那麼同時因為溶解度提高了 可以溶解更多的糖 而原來呢還有一些糖呢沒有溶解 原來還有一些糖沒有溶解 所以可以溶解糖增加之後 可以再多溶了一些糖 所以他的溶解量呢也是會增加的 溶解量也是會增加的 那麼因為他到時候在加熱之後 還仍然是有剩下一些糖沒有溶解 所以表示溶到不能夠再溶 還有會剩下 所以他仍然是所謂的飽和溶液 仍然是所謂的飽和溶液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一題呢 我們的答案呢就應該選擇的是 A 我們的溶解量增加 溶解度也增加 而且呢都是維持 他是所謂的飽和溶液 這就是我們第25題的答案